农委会最近主办了APEC粮食安全论坛 各国针对了近来俄罗斯对小麦禁止出口来言商对策 不过农委会强调今晚国际小麦大涨 但是台湾稻米库存比正常水准还要高 所以粮食供需不受影响 俄罗斯干旱引发大火宣布停止小麦出口 而引发了全球小麦价格一系暴涨 台湾粮食的储存机制做好准备了吗 全世界还有很多其他的粮食的来源 但是在稻米方面 尤其是在台湾库存有43万吨之多 比我们一个正常的水准30万吨 还高出十几万吨 可以说高出了40%左右 台湾粮食供应暂时没问题 只是面对全球气候变迁 大雨 热浪还有大雪接踵而来 各国造就绷紧神经 区域的粮食安全机制 以及如何提升粮食的生产效率 如何来应付气候变迁 透过大家的讨论提出 具体的所谓行动计划 提到日本的部长级的农业部长的会议 包括东亚 南亚以及东南亚国协 都已经陆续建立区域性的粮食储备机制 农委会也希望借着这次的APEC粮食安全论坛 让粮食储存机制 扩大到APEC整体会员体 分享粮食危机处理经验 严拟亚太地区的阴影对策 每日新闻 林青 杨吉明台北报道